艾尼事業跨入電動車能源領域 子公司諾瓦旗下發展電動車快充事業的Athelan 今年3月順利在意大利羅馬建置第一個快速充電站 主打100%綠電供電 模組化設計智慧管理離間峰充電 並以太陽能來發電 集團9月19號宣布獲得歐盟青睞 取得歐洲設施連接基金 2270萬歐元 約新台幣7.1億元的補助款項 Athelan規劃在意大利 法國 西班牙 葡萄牙 四個國家建置215個電動車快速充電站 包含700個快充裝 1400個快充車位 未來充電站更加與國家電網整合 打造全球最大的虛擬電廠 歐盟力圖降低石化能源依賴 獎勵設置電動車充電站 家禽站 也讓台廠看見新商機 海尼迅速攻城略地 在南歐部件最大規模再生能源 結合儲能的快速充電網路 2025年目標建5000個超快速充電庄 到2030年建置超過35000個 其實現在投資電裝 充電裝是不賺錢的 但是我們重點是希望有電裝的存在 解決未來能源效率的使用 台寧日前就在台北大直開設複合充電站 此外旗下能源科技開發鋁禮子電池 也順利打入英國飛天計程車供應鏈 都看得出來台廠從水泥產業 積極跨入新事業的決心 新打電視直線里首位同 真理報導